永樂座城詩戀排行榜 是台北市詩大附近一條巷子裡的特殊書店 結合了唱片行的經營模式 讓它同時吸引了樂迷與書迷兩種群體 成為一道靚麗的獨特風景線 在那個時候 我開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永樂座 不知道它是一個以前曾經是台北市最大的戲 那我為什麼會用這個命名 是因為說它已經消失了 一個消失的地景 然後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 應該講說當時的戲院你可以想像 而且它其實是蔣味水的大重障的地方 其實它其實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就娛樂場所的文化場所 可是消失不見了 而對於石店長來說 複合式的經營模式固然帶來了更多的人流量 但是同樣的 當一家書店的定位變得多元起來 能否繼續保持書店的初衷 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題 其實買唱片的人跟買書的人 中間有一些人是重疊 又喜歡買書又喜歡買唱片 可是我發現這裡頭也有一種是互刺 就是其他不是互刺 就是他只買唱片他只買唱片 他其實就不會買書 因為你知道有些喜歡聽音樂的人 比較直覺 比較或者比較瘋 那有些比較舒呆著行人 其實剛好跟這些人是抵觸的 而真正熱衷於唱片的張哲修店長 從小便喜歡唱片行 更是將兒時的歡喜 帶入了成人的現實 我們那個年代 特別是90年代 我們自己成長的過程裡面 其實 逛唱片行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是生活也好 娛樂也好 幾乎它就是 我們那個世代裡面的話 是一件很自然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說長大想要開一間唱片行 它其實就變成一個夢想 或者夢想 或者夢想 或者影響 那其實過了二十幾年以下來 這個想法一直都沒有變過 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或者是問自己 還沒有準備好看時間而已 其實沒那麼勵志啦 你說辛苦也很辛苦啊 那就是說 不想要後悔 不想要留下遺憾 也不是說 等到可能再過十年 再過二十年 我還在跟我朋友 跟我家人 那時候我可能有小孩 跟他說 以前 我有過這樣子的夢想 只是因為怎麼樣的原因 我沒有去做 我們都是嘴炮 我們都留意那個東西 就是 你不想要後悔 不想要留下遺憾 如張店長所說 創造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需要的並不是奪崇高的理想或者目標 最簡單的熱愛 往往才能夠讓人堅持